賴清德勝選後 習近平的一句話震驚世界 習近平和賴清德拖不起了 中南海下一步這樣走 2024年臺灣大選 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勝選 榜民海峰評出他獲勝的十大理由 其中 中共黨魁習近平以各種方式助選 就獨佔了七條 這十大理由是 一是賴本身德才兼備 二是蔡英文為他打下了堅實的民意基礎 三是國民黨沒落 四是中共黨魁習近平搞垮香港為他助選 五是習搞新文革為他助選 六是習搞垮中國經濟為他助選 七是習搞警察治國為他助選 八是習在世界到處處提為他助選 九是習逼退外私為他助選 十是習重建集中營為他助選 日前 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的視頻 刷冒了海外網絡 習近平在選舉中問道 不同意的請舉手 結果現場沒一個人敢舉手 習近平就這樣連任了 對此 真相傳媒在X平臺寫道 中共國的全過程民主 在台灣大選面前就是世界笑話 有網民指出 在海外見到選舉 最讓人震驚又搞笑的是 不同意的取手 這句話 刷屏世界網絡信息 另一方面 此次台灣的選舉 令不少大陸人也深受感染 據中央社報導 1月13日晚 北京一家餐廳大屏幕轉播台灣大選實況 前來用餐觀看大選的台灣人不斷發出驚呼聲 當牆上的大屏幕顯示出台灣電視台轉播的開票實況時 店裡的台灣客人和大陸客人都不由最主地抬起頭來 一同注視著快速跳動的三組政府總統候選人的得票數字 有人驚呼 票數怎麼咬得這麼近 他的票怎麼這麼多 第二名差得有點多等 店裡的其他大陸客人也被台灣民主選舉的熱鬧及緊張氣氛所感染 紛紛問起三組候選人的政治主張及政見 以及三黨部分立委候選人的奇聞意識 今年的台灣大選備受關注 因為這關係到未來兩岸關係的走向 中共使出多種手段試圖干擾台灣選舉結果 許多大陸人也都在關注選舉結果 大陸公益法律人 維權人士張建平對The Epoch Times表示 台灣選舉是一個正常文明社會的體現 我們真的是很有感觸 我們非常尊重 羨慕台灣人民的選舉 希望台灣人民能夠選擇對的人 會堅持下去 不管他們怎麼選擇 我們都非常尊重 非常羨慕 他說 台灣在亞洲是民主燈塔 儘管台灣的邦交國比較少 但是它的免簽國很多 還有那麼多的西方民主國家的議員去台灣打卡 這就說明 民主的台灣尊重和保障人權 它走在一條正確的人類發展的道路上 而且台灣的經濟 披露出來的數字也非常亮眼 和大陸相比 台灣人的生活水平完全不在一個層級上 台灣普通人的薪水在大陸就是高薪階層 大陸和台灣沒有可比性 台灣人現在生活在全民民主的環境當中 大陸人還在受司法官員 行政官員的強權迫害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有中國網友對台灣的福利讚嘆道 台灣人的退休金基本一樣 不管是農民還是公務員 醫療100%免費 結婚購房由政府擔保30年免息貸款 幼兒園到高中教育免費 連午餐都免費 用水免費 電費低的可以忽略等等 也有華人網友指出 今日的台灣成為了亞洲最富地區 人均淨資產達到13.822萬歐元 超越日本 新加坡 成為亞洲首富 名列世界第五位 2023年10月12日 金融服務公司安聯集團公布了 《2022年全球財富報告》 扣除負債的人均淨資產時 中國台灣地區的人均淨資產達138,220歐元 名列亞洲第一 中共又恨又怕 大陸退休公安人員佟先生受訪時說 這次台灣大選非常關鍵 很重要 選不對人 就選不對台灣的未來 選對的人 台灣才有美好的前途 避免走香港的路 香港現在已經不是香港特區了 是中共治下的香港市了 香港的很多精英和民眾都離開香港了 他表示 台灣是中國未來民主選舉的一個榜樣 台灣的選舉制度 未來可以搬到大陸 大陸一旦進行民主轉型 需要一個榜樣 需要有一套成熟的選舉制度和程序 所以說 台灣一定要做個好榜樣 民主選舉的榜樣 給大陸指明一個方向 世界瞩目的2024年台灣大選結果 1月13日晚間出逐 長期關注台海時局的法學教授袁洪斌 14日對The Epoch Times表示 賴清德和蕭美琴勝出的結果衝擊中南海 中共的下一個動作會明顯進一步強化對台灣的主權迫害 並且為發動台海戰爭進行各種各樣的準備 從此之後 改變台海和平穩定的現狀 將是習近平的一個主要戰略方向 袁洪斌分析認為 中共對台統一的固有計劃 中共內部不穩 以及在台灣大選上預測 是未來台海危機加劇的三大因素 中共已把征服自由台灣作為基本國策寫進了憲法 也寫進了中共黨綱裡 中共要通過征服自由台灣 邁出共產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關鍵一步 這是他們的既定國策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由於台灣的大選明確拒絕接受 中共推薦的那些總統候選人 選擇了堅定的要守護台灣主權的賴清德和蕭美琴 就使得中共想要兵不雪刃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就征服自由台灣成為不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肯定會選擇別的方法 別的方式來破壞台海的現狀 第三點 習近平現在內外交困 經濟急速下滑的趨勢不可扭轉 國家財政逼近破產 失業大潮一浪高過一浪 政治上 習近平發現他所提拔起來的這支習家軍 習近平實際上都是兩面人 在私下裏表現出絕對的不忠誠 特別是中共的紅二代中 以劉源為代表的關鍵性的力量 已經形成了反對習近平一系列內外政策的共識 袁洪斌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習近平只有一條路來拯救他自己 就是發動台海戰爭 征服自由台灣 來為他積累權威的能量 他以為是生路 實際上這是習近平自尋死路的 但是從歷史上 看極權專制者往往都是愚蠢的 往往都是自尋死路的 X平臺賬號財經真相認為 習近平恐怕拖不起了 一來 下次大選要等4年後 那時的俄羅斯是否還在都是問題 萬一普京死了 俄二次解體 打台的國際環境也沒了 二來 國內經濟拖不起了 現在的中國金融系統根本不可能再撐4年 能扛到美國年底的大選就已經不容易了 三來 四年後習就是75了 他身體恐怕也扛不住了 何況 他第三任也到頭了 繼承人的問題必須要解決了 屆時 習家軍內部的矛盾就會徹底公開 尤其是浙江和福建邦之爭 美國之音報導 臺灣國安官員分析認為 雖然中共不至於在大選後立即對臺灣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施壓 但是 等到入春之後 海向改善 約末3月份可能就會展開軍事行動 不過 他也補充說 美中好不容易恢復了軍事對話 中共也不想把氣氛給搞壞 因此 可以想見對臺灣的軍事施壓必到會有所節制 位於高雄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陳志杰表示 美國應該會與中共就賴清德就職前的情況進行討論 並要求中共不要針對臺灣做出太過活的軍事行動 他說 在接下來 這三個多月的臺灣政權已轉期 美國一定會出手 希望中共不要把這個兩岸的緊張氣氛再度升高 因為中共的經濟狀況還是很不好 所以它需要一個穩定的美中關係 位於臺北的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世銘指出 2027年 中共黨魁習近平要爭取第四任期 在當前 中共經濟不見好轉 社會問題從生的背景下 要能維持習政權正當性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訴諸民族主義 而對臺灣的強硬手段就是最好的催化劑